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脑里有大量的我们的个人信息 数据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业主也好 客户的信息也好 个别逼得比较狠的有些人最后为了这个事情不得不换号了 对啊 我说我招你远你了 我翻不翻 我倒跟你不一样 我是主动的把我的手机给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通过就是说打手机的这种频率 比如说给我打美房美房的这种频率 这种价格的反应 我能了解房地产市场 哎呦 你看我作为传媒人真的应该向你学习 但是基本上大的一些公司 包括你们公司肯定都有我的手机 因为打完之后 我这个价格我知道怎么样 而且打的频率能说明这个热度 你比如说现在打的频率又很高了 说明要出货 所以说明要出货 我最近咱们就得说说了这个什么国四条 国十条 他们说这个国家调控这个组合权打出来 我注意到您的观点跟您这个口音很像的潘石屹的观点差不多 都是说这个政策很精准打击了这个炒房者 而且从股市表现咱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4月20号的股市盘面看 地产板块跌幅榜手 整个地产板块有20多只个股跌停 然后你看说原来北京通州领涨 说卖的最火的是黎元 他们有人说北京通州这一阵的泡沫达到300% 而且我还听说了 就说是北三环那边一个 那就是炒房客吧 抛售20多套房子 就是均价大概是接近4万一平米 差不多一个亿 在深圳更多的是有上百套的抛售 680套深圳一房主 680套房子抛出去 更严重一些 其实这个市场基本上就是一夜之间就扭转过来 因为我们其实在房产会之间也碰见过一次 我们两个人也一直在论坛上 那个时候还正是最疯狂的时候 那个时候绝对的是卖房市场 开发商想涨价就涨价 然后业主经常是签合同 最后地就涨几十万 有个笑话吗 两个人去通州买房子 这个小夫妻俩一看这个房价比较高 说出去咱们买个煎饼 买个煎饼商量商量再回来 一回来就涨了50万 就吃一个煎饼的股 这个肠子都毁清了 现在这个一夜涨了4000 而且理直气壮 最后是业主跟那个K发商 总业主跟K发商之间车业谈判 谈到凌晨14点达成协议 双方做了一个让步 像这种当时我记得这个疯狂 大家晓得是 当时我们谈的是 这个疯狂会到什么时候结束 自然的结束 没晓得是现在出台这么一个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我为什么说非常精准 因为它的确是打到了要黑 打到了其冲 但是我插一句啊 要叫这么看 在打击炒房客 打击投机啊 过去咱都觉得这个中国这个问题是个死结 解决不了吗 国家这样能这样能解决不了 这次看你是能解决呀 能解决 那早干什么去了呢 应该说09年底啊 已经意识到问题比较严重 但是当时因为大家都在喊说 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 这个复苏的这么一个趋势会不会持续下去 也就是说有忌讳的 因为一代房地才打下去 我们看三家马车里边 一代房地才打下以后 消费本身拉动 它需要长期来拉动 房地才一代打下去 那等于经济就说我们原先8.7的这个增长 到2010年究竟随雷把这块迷上去 我们看不到 今年我们看到了 卫贸增长的很好 冷定的信心 第二点消费仍然继续扩张 那么这两两大块 基本上可以说我们现在一旦啊 就是我们现在打 最会的结果就是把它打死 那么打死以后我们这个GDP 这种经济复苏的特势会不会持续下去呢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会持续下去 因为现在一季度11点几 我们打下去3% 因为房地才本身他的拉动没有3%的 我们哪怕把它打下去3% 我们保八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是有底气的 他们现在说是中国股市为中国楼市赔葬 还有人说是送葬 这个代价我觉得必须付出 而且前几年我觉得也没有疯狂到这个程度 在这个国失调出财之前 我觉得那天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股票还得T加1呢 是吧 我说房产在前段时间可以T加0 因为有很多买家是全款进入的 全款炒短炒 甚至以天以周围单位在炒 他这边买房在签合同签购房合同同时 那边已经叫经纪人挂牌出售了 就是在T加0的做 而且已经出现了 类似像香港9798年那个情况 不看房就买 买了同时就卖 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 所以这个时候再不痛下决心 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五年甚至十年的大萧条 我看有的网上的那个博主啊 就预测 就说看这意思 五年这个房价能下能降下去百分之五十 有这么邪乎吗 其实在有些地方来讲的话 降下去百分之五十也比较正常 因为比如说同州吧 同州 是吧 这样百分之五十还挺高的 你去年都高 因为这三个月一下子 我说所以这次我觉得得数益最大的是同州 因为同州小间CBD 但是房价彻底把他CBD给毁了 等于是 所以这次我写了个文章 国时条一出来我就写了个文章 国时条把通州从悬崖边上拉回来了 他的CBD的门可以继续了 房价不再疯狂了 所以这次我觉得就是说 从房价本身的跌幅来讲的话 因为去年到现在来看 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吧 以北京为例 那么去年这个四环的房价是两万四军价 就整体统计是两万四 那么现在快到四万了 这个我们就说打下去 百分之三十又有何妨呢 所以这次底气何在呢 底气就是说 这种风涨反而给我们政策下决心 给政策的时间窗口和空间窗口 都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时机 打百分之三十回到去年 没有任何问题 我注意到你刚才说的问题 就引起了我的一个问题 好 打百分之三十 就是打下去百分之三十 那老百姓或者说网上叫那些屁民们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现在有人说了 说这个降下来 我们不还是买不起吗 一般人 这个可能他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后续政策 因为其实在国事条里面也说了 但是因为它是国家发的嘛 它还不涉及到地方的问题 因为可能马上各个地方就会出台这个保障性 北京市也是很快就会出台保障性 比如说我觉得对一些可能觉得 房价降了我也买不起这些人 将来可能更多的会在保障性市场上去寻找 比如说对于年轻毕业的大学生 可能将来要在很多城市增加 就类似香港那种叫公房或者什么 会增加 我们叫公共租赁房 去年北京是盖了八千套 今年原定一万六 现在要加大这个规模 就针对一些大学毕业生的 另外一个就是针对加薪层 就是上不上下不下的 现在是一个是原来我们说的两线房 覆盖范围要加大 要往上延伸 另外一个可能还会出一些新品种 就这些人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希望 基于保障移住房的这个产品更丰富 肆盖面更大 你说这个我再插你一嘴 最近有人说这个任志强泄露国家机密 你说这个保障性住房 有网上有一个传闻 因为太邪乎了 咱不敢说它是真的 说是这个 为什么咱们国家的政策房成分那么复杂 什么什么又是连租房 又是经济市场 有个传闻就比如说海电区四道口 那的这个房价说是商品房价格每平米四万 而公务员内部价为每平米四千五百元 这是传闻了 但是他为什么说任志强泄露国家机密 说任志强说了 说是这个 就算说北京吧 北京好像是 他是说怎么讲的 北京2005到2009年 政府公布的商品房住宅建设用地 计划攻击指标 7130公顷 但实际上真正可以对外卖的商品房住宅 只占全部土地供应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三 其余的则是享受经济试用房政策的用地 叫由特定单位使用不对外销售 这里头是不是给权力寻租啊 空间呢 我觉得这个任志强很多观点 我都是不同意的 包括包括他的很多数据似死而非 包括你你讲的这个数据 他也是夸有夸大的乘风在里边 但是他讲的道理我非常同意 就是我们从2005年到2008年 到2009年底到现在 我们房价为什么打不下去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应于福利封房的存在 福利封房让一些官员本身 他根本不受这种高房价的苦楚 为什么呢 他有房子 他的房子不是通过商品房市场拿的 而是有封房 我们四万块钱美 他四千块钱美 他当然觉得房价低啊 因为他的标准不一样 四千当然很低啊 当然了 对吧 所以我一直认为 就是说中国的房地财本身 要么出政策 要么不出政策 要出政策就出一个政策 省部以下官员的福利封房 全部取消掉 我看哪一个还不维护现在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可以这个轻松一下啊 最近网上有一个视频 我觉得做得非常绝 就是这个楼市要颁奖礼 其中有一项大奖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趣味性的 你还在为神奇的高房价惊叹吗 你又被房东赶到了天脚下流浪吗 来吧 2010年最新产品 尊严牌人居集装箱 将是您最佳的栖身之处 尊严牌人居集装箱 地震震不塌 七十码撞不倒 夏天全天后享受至尊 顶级丧拿 冬天冻肉 不用冰箱节能减碳 更可贵的是 尊严牌人居集装箱 还可以有效抵御 拆迁部门的砖头 水枪等凶器 您将得到无与伦比的安全感 还等什么呢 尊严牌人居集装箱 每天只要六元 对 您没有听错 每天只要六元 赶紧拨打电话 火热订购吧 尊严牌人居集装箱 私属领地 夏暖冬凉 这两位什么感受 看这个 这否则性很强 其实 这个还是一个 我觉得还是网民造的 一个虚拟的东西 但实际的东西也有 北京市在六郎庄 就出了一个胶囊公寓 一个老人搞的 就是像胶囊一样 我看了一下 大概面宽也就 一米五左右吧 然后一个净身进去 然后这个 大概每月两三百块钱 然后还有很多 很多媒体和网友去试住 试住完了以后谈感受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实际上是对高房价的一个讽刺 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 就像这些网上讲的屁民们 以民们还是什么民们 他们 你就是国家现在把这个炒房客的房价打下来了 他们还是买不起 所以说还是 大家就觉得这一轮这个调控房价 比如说咱就说的 二套住房 首付利率 让你交百分之五十 对吧 甚至是 好像这个政策感觉啊 将来你要是再买第三套 根本你就需要交全款就不能贷了 对吧 那么这些政策打击之下啊 到底是谁受益 谁招荒呢 应该说分长下短期来看啊 这个国时条大价仅仅看到了大高房价这一个 而没看到宝的一面 宝的一块是什么呢 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次重生 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这个比例 保障性住房 澎湖区给造 还有小小户型商品房 占的比例要达到百分之七十 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啊 当然这个提出来两千零六年 提出到现在很多年了 从来都没有实现过 不要说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十都没到 按照我的统计 那么如果真的达到百分之七十以后 为什么说对老百姓有好处 百分之七十的 如果住房 有保障性住房 澎湖区给造的这些房 还有大量的这种小商品房 构成的话 这个房价肯定下来 肯定对老百姓有好处 因为 百分之三十的房 高大是住房 你去炒吧 的确跟老百姓没关系了 你炒到十万二十万 跟我们没关系 因为百分之七十的人民 住在百分之七十的土地上面 如果所以我觉得 这个政策是革命性的 高大商品房你去论呗 百分之七十的算 咱们也分享一下你的老乡 他们的一些观点 房地产商 什么什么什么信息 先说潘总的老婆 潘石屹 他老婆 他哎 你看他说 他们还赞同这个 说发高烧 虽然我们是首当其冲的 被调控物件 呃 但是发高烧 发到那个程度 首先要降温 他说但是 如果发高烧和降温的原因 都是政府政策 市场经济还怎么发展 然后呢 就是这个 潘石屹的意思 也是重点打击 呃 已经出现高房价的区域 而不是对房地产市场 全面打击 呃 然后呢 他就抑制这个炒房 增加住房 有效供给 北京上海一线城市 可能影响更大 呃 任志强 说的很模糊 啊 他说呢 纵观历史上 中国每次让股市大跌的政策 好像都寿命不长 这个经济学家 这个经济学家陈志武 就是说呀 就是去这个这个房市 07年9月强行降温 是因为之前的政策错位 去年又要不顾一切往上拉 现在又要不顾一切往下拉 累不累 这是经济学者 你看吴小波也是经济学者吗 他这个说法挺有意思 说对目前房产新政的看法 向人民多征税 我们是反对的 不过为了抑制房价 我们现在不反对 实行户籍制度 我们是反对的 不过为了抑制房价 我们现在不反对 政府之手干预微观经济 我们是反对的 不过为了抑制房价 我们现在不反对 我们到底反对什么 捍卫什么 这就是理念 这次啊 其实我觉得 他应该还是更细的解读一下 比如说 刚才说了一个户籍问题 其实也有人说出来 这次关于那个第三套房 如果是外地人 没有这个社保记录 没有纳税记录 就不带款 但是很多人说这个违宪 或者怎么样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里面 它是两头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 它要保障原住民利益 之所以它要说 你在这儿没有纳税记录 没有社保记录 那就说你到这儿来 是根本不是这儿 常住人口 也对这个经济 没有任何贡献 你来就是纯炒的 你纯炒 当地的这个原住民利益 受到影响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还有一个配套政策 北京市最近也说了 这个有条件的 像非户籍人口 开放保障性住房 那个条件是说 你在北京 如果有连续纳税记录 有社保记录 如果符合北京市经济发展的 六类人才 是吧 或者说你这个 有年薪大约记录 那你可以进入保障性 它并不是完全排斥外来人 但如果你是什么都没有的 来了就扛着麻袋 倒不是扛着麻袋 它要贷款 纯炒的 那对不起 我得让你走 实际上它还是有区分的 在这里面 而且好像现在对税务 这个是怎么个指向 这个税现在还没有 很明确的 因为涉及到 但是好像透露出一些消息 我觉得这个信息 应该透露得非常明白 那么第一个是对这个 拥有多套住房的 拥有高岛住宅的人 那么肯定要征税 这个大方向是对的 第二个是对炒房的人 要征暴利税 这两个方向本身已经确定 但是具体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大家都在博弈 现在有说房财税的 有说物业税借荷上市的 有说这个直接征暴利税的 当然重庆的这个房财 特别消费税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因为它的功能比较全 一个能打击投机 两套三套以上的征 第二个是能调节结构 对高岛的也要征 那么第三个呢 它还能打暴利 你价格高到一定程度以后 我还要进行征 所以这个我觉得魏雷啊 可能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但是我反对搞试点 因为到现在来讲的话 泡沫已经是全国性的 一线城市不用说了 二三线的火已经烧起来了 你在重庆去搞一个试点 这四个直辖市搞试点的话 毫无意义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政策 事实上我为什么不害怕说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应付姚威呢 因为无论是信贷政策也好 还是税数政策也好 都是中央说了算 都是中央的这么一个举措 所以是直接一杆子捅到底的 但是不怕你跑冒跌了 但是我也有那有钱的朋友啊 人家有问题 就是我不是炒房的 我有钱 我孝敬 我给父母买了一套房 我给什么什么姑姑买了一套房 那你说要争取税了 我这个其实就牵扯到一个认定的问题了 原来就是在这个物业税的 呃 原来这个设计税则里边要强调的是 每个家庭名下第一套可以豁免 那么如果是这个第二套开始要争 但是这个呢 这个税则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这次可能要出的也是一个简化版的 或者是一个变相的一个物业税 之所以原因就是咱们国家很多 包括你说的那种父母买了 其实他也有潜在问题 如果你是呃 比如说你你给父母买的属父母的名字 那原来我们的税制设计将来是要争遗产税的 遗产税的最高税率是40% 那这样的话很多人还不如属自己名字 当然物业税的话 每个家庭名下这个也带来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的民政系统也没有联网 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下 不知道谁跟谁是两口子 不知道谁跟谁是一个家庭 郭总很了解中国国情 说很多人说不清他有几个家庭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跟你们念一个啊 最近有一个炒房客叫板 说他闲在我自个儿三亚的房子里休假 看见你们的新政 我跟你们叫叫板 说本次调控对真正的炒房者没有任何作用 他说我从银行贷款根本不需要买房的按揭贷款 我有多种渠道 我自己有公司 银行有受信额度 我可以实业名义贷款 我的原来50多套房子 对吧 前段时间卖了一半 如此即便如此 我还可以抵押我现有房产贷款 民间借贷渠道对我这种人也很畅通 而且说这个完税证明和社保证明没有任何意义 在北京成立个公司 很容易交点税 对于炒房利润来说 那根本不算什么 然后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 其实北上深等一类城市的价格 并不是多大的泡沫 日本房价崩溃 东京的房价不是难道降了吗 所以说本次调控的结果是炒房人必将再次抄底一类城市 进而控制未来国际大都市的房子 对我觉得其实他说的这个用公司行为或者用其他信贷行为 他有几个前提 一个是流动性还会像以前那么充裕 其实我觉得这个咱们已经看到了 今年已经在流动性上进行爱情调整 他以注册公司的名义随便去拿贷款 我觉得其实也很困难 另外一个他还在赌这个房价吗 但我觉得其实这次调控中央也说了一个上限 就是说政府的容忍程度是一年百分之不超百分之十 据说是 那就说我觉得将来比如说假设说这轮调完了以后 下降了以后慢慢慢慢再稳中稳中有升的话 我估计一年假设说百分之七的话 那百分之七一定不够还他那个民间借贷的那个利率的 三亚的房子也闲不了了 大搞一事模搞一仗 私事谈讲的这些招我觉得倒是政策制定着 应该这个区域赌塞漏洞的一个 那么这一个房价我们知道它赌的是一个预期 我们政策打掉的私事这次政策打掉的虽然针对的是投机 但私事上打掉的是预期 只要把房价上载的预期打掉 只要草房和大级扯离的话 哪怕有这个十足的坚定着 那么对于房价本身的影响并不大 所以这次我觉得从政策本身的漏洞 哪怕打折扣 我曾经讲这个政策要是打五折 也就是它的执行力达到五折以后 它的威力都是很无限的 因为我们看到百分之五十的这个房贷到世界上 中国是最严厉的 没有说二套房贷到百分之五十的 我查了一下 然后三套房贷都不绕队的 更没有 所以我们这次下了游戏 哪怕就是有一半的人 通过他这种形式 通过民间界代通过这个都可以 但是我们知道 哪怕剩下的功力只要五折 这个黑心拳打出去也够他受的 就是说看来还是可以期待 有余地有余地 政策本身得出的时候 当然我们政策出的时候 真的有余地有余地